中瑶 中瑶自圆长 尹川长舍人 就是现在河南长葛东 因为他在魏明帝时 官职升任为太博 所以后人又经常称他为中太博 他的曾祖父是曾浩 在中瑶先贤形状里这样评价他说 温良赌慎博学师律 教授门生千余人为君公草 他的祖父是宗敌 因为东汉还帝时的党固事件受到牵连 终身不适 汉代有一种叫招查举贤贤良的制度 到东汉时呢 以举奸笑脸为最盛 当时尹川太守 因修举荐 中瑶为孝莲 并任命他为尚书郎 后来呢 又当了杨领的县令 中瑶因病辞职以后呢 他又三次被招招 先后任命为 廷维正 黄门四郎等 这时候呢 李崔 郭四等在长安发动了叛乱 与关东断绝了联系 坚人 眼中目的曹操 就派遣王碧来 传递天子的命令 李崔 郭四本来是打算扣留使者 后来听从了中瑶的劝说 对曹操 后加报答 这样的曹操之意 就得到了通达 曹操知道此事以后 加之过去常常听 巡域的称赞 便十分看重中瑶 不久 李崔 挟持天子 又是中瑶和寒冰 共同策划 使得汉县帝流邪 得以逃出长安 由于这些攻击 中瑶呢 就被封为了 御史中成 后来又升迁到 尚书普业 就相当于宰相 成为了曹操的重臣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关中的将领 马腾 韩隋等人 都各自拥有的 自己的地盘 这让曹操很担心 于是呢 他就奏请了天子 任命中瑶为 师中守师 立校尉 持富杰 监督关中的几路军队 中瑶到达长安以后 写信给马腾 韩隋等人 分析当时的形势 述说各种利弊关系 马腾和韩隋两个人 也就听从了中瑶的劝告 各派遣自己的儿子 到宫中来作为人质 公元200年 曹操在关渡扎营 抗击袁绍的军队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关渡之战 中瑶给部队 送取了两千匹战马 当时呢 就可谓是雪中送炭 曹操大喜 写信给中瑶说 德索送马 慎应其极 官右平定 曹听我两顾之忧 足下之勋也 关渡之战以后呢 匈奴缠鱼 打乱了平阳 中瑶率任大军为奸 却未能攻克 袁绍的儿子袁尚 有派遣郭元 领援军到达河东 更增添了敌军的势力 这时呢 曹操的将领都打算撤退 放弃攻打 中瑶却极力的反对 他认为这样做呢 是为战先自败 只会助长敌军的气焰 使这地区的民众投降敌人 中瑶深知 郭元这个人呢 刚毕好胜 可能会渡焚河扎营 于是 他就策划 等到敌军渡河时 来出击 果然不出中瑶的所料 郭元不听重将的劝告 领兵渡河 没想到 刚渡到一半 中瑶就指挥曹军杀来 郭元也当场被斩 匈奴蝉鱼也被活捉 朝军就大获全胜 后来呢 河东的魏顾叛乱 与张胜张炎高干等结为联盟 中瑶又率领军队 讨伐攻破 中瑶这个人 胆略过人 善解人意 又能深谋远虑 可以说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自从汉县地西迁以后 洛阳地区的人民都快跑光了 中瑶便迁徙关中的百姓到洛阳 又招纳流亡人口来充实 几年之后 洛阳的居民大大增加 重新繁荣起来 当曹操讨伐无中的时候 就得到了洛阳人民的资助 因此 曹操了就上奏天子 封中瑶为前军师 公元220年 魏国建立 中瑶担任大理 升迁相国之位 曹丕称帝以后 中瑶改人廷尉 加封崇高相侯 后来 又上任太尉 转丰 平阳相侯 当时中瑶与华新 王郎等 都是 明臣元老 有一天 魏文帝曹丕退朝以后 对左右两边的文臣武将们说 此三公者 乃一代之伟人也 后世的南继也 的确 中瑶对于文户 中国北方的统一和安定 对于魏国的建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百二十七年 曹瑞继位 加封中瑶为 定陵侯 增以五百户 并升迁为太傅 当时中瑶的膝盖有病 上朝时 败气不变 因此呢 召监时 就用车子接来 由军事 台上殿酒坐 公元二百三十年 中瑶逝世 享年七十九岁 这在绝大多数人 都是短寿的三国时期 可以说是罕见的高龄了 明帝曹瑞 束缚临调 此嗜好 成后 稍微转过来 是罕见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